于敏洪过去两年打造了老玉闲话这个节目 于敏洪说自己喜欢的事情有三件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和阅人无数 做访谈就是为了阅人 因此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 于敏洪与人文科技商业等领域的大咖对谈超过100期 他甄选了31场对谈集结成册 写成了这套书向光而行 老玉对谈路和心灵激荡 老玉对谈路 我们能从这些当代 最杰出人物的个人经历和观点中 打开任职的边界解决自己的人生困惑 每一次访谈都是一场关于人生答案的探索之旅 也是对于这个时代的群像记录 在这些访谈中我看到了一些共性 发现了成功人士五个必备的品质 第一个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如今的时代 理想主义似乎成了一种贬义 第一道理想主义总是会说那是一厢热血 不懂变通的空想 可改变世界的总是这些怀着理想主义奋斗的人 而理想主义的背后其实是心怀热爱 于敏红评价陈行甲就说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一个充满理想的人物 他说一个人拥有理想状态 一是对自己不放弃 二是对未来有期待 人生需要有一点理想主义色彩 否则生命就不会有太多的美好与惊喜出现 陈行甲大学毕业就能留在省城找个好工作 清华研究生毕业以后甚至可以留在北京 可在这种情况下 他两次都选择回到基层工作 在基层中面对那么多艰难 他也从来没有放弃学习 于敏红认为陈行甲属于在现实中 无论遇到多少困境都不会放弃自己 不会放弃对于更高层面追求的人 陈行甲也讲出了这种动力的来源 因为热爱 我们在人世间 一切不是出于热爱的坚持都是痛苦的 反之则是甜蜜的 因为我是出于热爱而坚持 我就是喜欢我感受到一种召唤 一种力量在牵引我 所以我坚持的过程不痛苦 还伴随着一点甜蜜感 同样的热爱在历史作家郭建龙身上 就是抵抗权威的最好方式 郭建龙在写作穿越非洲两百年 和穿越百年中东这两本书的时候 曾经试入这些地方实际的进行考察 可以说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进行的书写 一切都来源于热爱 他说建议大家要有自己的爱好 一定要选择自由的思考 坚持自己喜欢的事情 这是对抗威权最大的方式 一个有理想和浪漫情怀的人 内心总是对新的生活方式 事业充满期待和热情 不会轻易地屈服于现实困境 内心诗和远方不会随意消逝 工作和生活也许会让我们遍体鳞伤 如果你对这一切充满热爱热爱 可抵岁月漫长 第二个是保持阅读 现在的成年人工作繁忙生活焦虑 那么阅读对于当下来说 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如今的时代还需要阅读吗 于敏洪始终认为阅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他有个简单的评判标准 如果一个人一个月能读三本以上的书 就可以界定为一个好学的人 或是一个成长型人才 他和罗振宇就聊起了这样的话题 罗振宇做了一个假设 假如有三个自己 分别在过去一个小时内打游戏 卢传读书 一小时后我们会对哪个自己更满意 我们大概率会在阅读那里打上一个勾 对于阅读 于敏洪也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我认为 不管大家读什么书 都能增加大家的社会竞争力 第二我觉得能坚持读书的人 比如一个月能读三本书 这样的人没有放弃自己 对未来更好的期待 第三如何能认可自己 我自己的体会 就是所谓充实的生活 就是在回顾自己做过的事情时 能有一种持续的 比较久的满意感 读万段书 行万里路 阅人无数 明识指路 个人领悟 是我们不断学习 不断进步的五大步骤 阅读是个终身学习的过程 保持阅读 什么时候都不晚 我们就继续